高雄今年房市原本上半年还算不错 所以打算脱手 然后让妈妈住一个有电梯的大楼 提亮长辈年纪增长 腿脚不变 想将老家换成配有电梯的新房 让长辈住起来更舒适 但现代令角局打乱了原本的计划 之前有人要来买我们的房子 但就变成说 他的头期款被银行限制住了 然后他直接不能买我们的房子 那除了就是我们的房子卖不出去之外 我觉得我要面临的是 因为我之前本来预期的是 我还是可以带到八成或是至少七成 可是变成现在我房子卖出去的话 我要换屋 我会跟那个要买我房子的人一样 我可能没有足够的头期款 除了换屋在第一步头期款就卡关之外 Alice还要考量未来的利率 毕竟这关乎每个月的生活支出 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利息听起来是几千块的差距 可是其实对蛮多家庭来讲 他可能这个几千块他都是算得好好的 就是可能他有不同的支配额 通膨时代要见到降息不容易 而一旦降息最大的受贿族群将是银行贷款户 虽然能舒缓房贷压力 但依旧难解高房价的局势 利率的升降息其实还是要看整体的经济状况 还有整体的政策的因素影响 那比如说像整体的通货膨胀 或者是房屋的整体的需求 还有资金跟利率都息息相关 那其实就是台湾是比较特别 就是有土私有财的观念 其实根深蒂固 那所以大家还是会觉得说 我还是要拥有自己的房子 会比较有稳定的感觉 这也是为何台湾房价持续被推升的主因 为了解决居住的问题 有不少国家转向促成调降房贷利率 但预计仍然无法退回过去的常见水准 而在台湾 央行利率已经连续五次上升 房贷地板利率也达到百分之二点三 买不买的起房这件事情 主要还是跟自身的薪资 薪资结构薪资的条件 然后还有自备款够不够 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利率 其实你说最多可能就是2% 顶多到可能现在有得到3% 那其实大家也还是相对来讲 我觉得台湾相较欧美国家 或是其他国家来讲 其实还是偏定的 在9月20号的时候 那么央行发动了这一次 第七次选择性信用的一个管制 那么对市场也掀起了一波的一个联谊 那么我们用棒球来做一个形容 那么短期高杠杆的投机客 可以说是三振出局了 那么清安首购的一个部分 在我们看来是保送一垒 房屋仲介公司也推测央行的操作 将导致2024年Q4景气指标分数 降至50.05分 而2025年Q1则会略为反弹 因为明年的第一季 我们看到几个现象 包含到这个所谓这个电价 准备要提升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也看到明年1月1号开始 军工教人员4%的一个加薪的幅度 那我想这些多少都有造成一些 通膨的一个预期 那么另外在2024年 整个全年度科技的一个厂 那这个获利也非常的高 那我相信到了年底的时候 这个丰厚的所谓年终奖金的一个部分 也是一股力量 但2025年Q2将随即下修至45.1分 也就意味着2025年上半年 房市景气将从红黄灯转为绿灯 回归稳定 而因应市场需求 业者也开发AI地产机器人 其中能透过手机丈量 协助屋主提高卖向 也让买家更能精准掌握空间的配置 房仲甚至可以远端作业等 以全新的体验持续在市场深耕 TVB的新闻 和这样一些单词特报道